有一位三位的幼稚 自己一個人去浩草來走判境路 尊重國小的黨會看到在九州 在各安全理由協助幼稚 上到浩丁室來幫忙協順北部 浩丁立即在浩草公佈 也沒有看到家長來回應 最好交友驚訪 一好一好去找 五點前來將幼稚送回家 三位幼稚要去尊重國小的浩草來靠腦 有黨會看到九州附近 有秀幼稚 自己一個在那邊停留 相信秀幼稚很積極 立刻有安全理由 應該要協助他 協助幼稚 算到浩丁室幫忙協順北部 掃地的時候就站在籃球場那個區塊 那你們怎麼發現他覺得好像怪怪的 因為都沒有大人 他就一直站在那裡 那你們怎麼處理 就先問他幾歲 然後叫什麼名字 然後被幫忙都這樣 然後不說話就叫他 我們就帶他去找 好 學長在接著浩草公佈先找家長 公佈又等為協順北部 為小朋友找回去去找的路 跟我們溝通的時候 其實不是那麼順暢 我們老師花很多心力跟他做了解 那當小孩子一發現有陌生人 好像有這個小男孩的 沒有大人在身邊 我們的孩子反應相當的積極 三個小朋友立即就把這個孩子 帶到了學務處 跟我們學校的黃玉清老師做通報 那我們也馬上就在校園裡面做一個協巡的廣播 那的確也沒有任何成人來的時候 我們就馬上跟我們鄉親的派出所 還有我們嘉義市政府的教育 後來他就以為是幼稚學的孩子 幼稚老師真相識對話 老師也讀到泰國來訪憲 幼稚歡呼一不安的情緒 我們講的智慧很有限 不是我們幼兒園的家長 所以剛好我們學校有在推 音樂教育也很成功 那我們的老師就把我們學校在推的泰國 然後帶著他引領他做一些音樂的活動 所以他就很快的情緒穩定下來 後來教育警方處理 行動派出所的環境 拿到南東的商品 折郎學來告你立場 人家住來順問 是否有實施這名南東的家人 你拍的時候夠了 夠了差不多20分 你就隨機找就對了 剛好很幸運 在我們茶房數十家之後 剛好有一戶他的小朋友 剛好發現他的小朋友不見了 他也順利把他的叔叔 來派出所幫他帶回去 剛好發現的環境在半點前來找到阿姐 也因為大人在在困中島 幼兒自己一個驚出家門 才會造成大家為這個幼兒找回家的路 不可以一場 謝忻賢博恩 聰明董 加吉奇 蔡康康康康